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儿发布那么糟心 不想呆了吧 诶 骆家辉听说是个甚至有可能将来竞选总统的这么一个人嘛 是吗 我觉得你看好像怎么从中国做完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以后 他回去是不是都要选总统啊 你看老布什 还有上一次那个嘛 那个叫什么 那个红伯培 但是他也没选上 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但是回去知名度很 就是他很低 连他们就是共和党党内选举他没有 他就他都没有能够出来 尽管他当时解释对中国的政策他非常懂 但是这一点美国人好像还不是特别关注 啊 中国现在不是美国人的头等问题吗 不 美国人当时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经济啊 哦 我以为他们应该很把我们当回事 而且我一直很好奇美国人看着有华裔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都是点缀呢 不会把最重要的 他们看华裔跟看黑人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黑人他觉得他就是美国的国民 对不对 他非洲来的 华裔 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坏的印象 就是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 美国人把日本人 把不是日本人 纯粹的说 严格说都是美国人 入了美国籍的日裔的人 全部关进那个集中营嘛 是 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那个很惨 那些人其实回过头来想 美国政府这个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他当时就是这样做啊 我本来觉得那个美国的华人啊 为了那个电视节目 那个要杀光中国人的那个儿童节目 那天他在这儿还讲那个呢 现在要杀光周一军 那个节目我本来觉得那个华人反应过度 但是后来我一想到美国人当初对日本人那个态度 可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 差点把他们给吃了 那老布什去打仗 不是被他们抓住以后 差点就生通活泼要吃了 他肯定觉得这个绝对是个异类 这个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 战争带来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好事 但是当时在战争状态下 美国就把这个日本的那些人啊 全圈起来了 全圈起来 这个就把他们当成潜在的 就有可能有间谍啊 造成很多悲剧 但是要叫我说呀 没有办法 你在战争状态下 我不同意 美国人没有这样对德国人 你看 德国的人跑去 科学家跑美国去 他派大用处 他不是只看种族的 他对欧洲人就不是这样的态度 中国的情绪生云 就是他对亚裔的人 对日本人 包括他们 而且中国日本人都分大不清楚 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现在 我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 现代人的应该是契约嘛 决定人的不是身份吧 你在美国很多宣誓 你宣誓美国了 但是我一直替我的很多认识的人 入了美国籍的人 在替他们担忧 而且他们也跟我说 他们说世界上最怕的 就是中美如果开战 就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这个好像似乎比较遥远吧 我当然不是讲开战的 你也不能说 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我们也说不准 我这次恒大比赛 我就想到这一条 想到中美开战了 不不中美开战 这个思路是这样来 你知道中国足球 足球争一口气 这个也就是一口气了 这个帮中国足球迷出了一口气 但是觉得中国足球怎么辉煌 那天正好是什么三中全会开幕嘛 对不对 大家很喝彩 可是大家仔细一看 在前面教练是外国的 那个三个主要的前锋 都是外国的 后卫还是南朝鲜 但是那个后卫韩国的 我们问题不大 前面三个 很多马上就提出来了 他们说应该让他们入籍啊 让他们参加中国足球队啊 等等等等 很多议论 当然孔卡斯现在要回去了了 对不对 工资少一半都回去了 还有一个谁也提出呢 最佳运动员也提出 他不想入 我的设想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他愿意入 我比方我们国家发达了 钱很多了 给你他一年几百万的 一年几百万 假如什么都有 他愿意入了 你说他们这些巴西人呢 或者黑人 替我们中国足球队 到外面打了一个好成绩 中国老百姓心里输他吗 我们将心比心 中国人就觉得 这跟中美 这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承认一个人是你的国家 那个契约 跟他的实际的种族 这个关系 我们中国人 其实传统上是不承认的 这个非我族类 其心必毅 你能在中国的任何一级政府里边 找到一个欧洲人吗 找到一个美国人吗 哪怕是个日本人 我们也 有马海德 对啊 有白秋恩 白秋恩 那官至哪一级啊 马海德是当官 好像是当官的 当挺大的官 而且中国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 对他们 就是如果真的是为中国争光 什么了 就是在民间 对他们还是挺欢迎的 我觉得 俱乐部队是欢迎的 我觉得 徐老师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的理解啊 中国人一开始 会有一些嘲讽 接受起来 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也跟你讲 我认为这个过程 比别的 这个有主体民族的 有大多数 一个单一民族的 这种国家呀 中国这个人 接受起来 会是最快的 中国人呢 细路的宽 甚至我要往南庭来讲 中国人有什么原则呀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本来 就56个民族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 我们中国 中国人是一种 很奇怪的文化 你可以往豪里讲啊 他海纳百川 往不好里讲了 大家不知道怎么讲 就好比说 同性恋 你以为中国人 接受起来很困难吗 我认为同性恋 中国人要真接受起来啊 比那么欧洲人 美洲 美国人接受起来 都要快得多 没有那种宗教的竞技 因为咱们无所谓 你知道吗 事不关己啊 我们根本就无所谓 还真是同性恋 还可以呀 喜欢男的 没问题呀 对 没有那么教条 对 这就是说中国人 脑筋灵活 细路子宽 你看 我讲回足球 你看德国队 现在用的很多 有的波兰运动员 对不对 法国队 一大堆的黑人 阿尔及利亚的 都是非洲的英国队 他们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你看韩国队 跟日本队 轻易设他自己本民族的 就是你讲的这个 单独 单一民族的 这种概念 也有比方小国家 像葡萄牙 用那个C罗 那C罗是南美的 他现在也变成 他国家象征了 在那里穿没问题 你觉得中国人 假如说 孔卡代表我们国家队 开始有点议论 你穿上那个唐装 穿上唐装 我们一定都欢迎 我认为 孔卡如果加入中国籍 会给中国人增加新的自豪 最终中国人 他因为啊 你知道中国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本来啊 就是好多个种族的人 聚合中国 他聚合起来的国家 中国是几千年来 汉族都这么多年了 对吧 还是身份大于契约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人还真的 只要到第二年 甚至不用一年 我们在媒体说一说 很快我们就能把孔卡 当成咱们的球星 真的 他入了中国籍啊 中国人可以被他感到自豪 还是说明我国威啊 对吧 我们要不伟大 你能入我们吗 还有我觉得 就是说 就您刚才说的是 美国人怎么看这些 这个华裔 你反过来说 这些 这个华裔怎么看美国 相反他们看美国 倒没有那种隔阂 我觉得很多人 我当时 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跟当地的 那个华人聊 当时是那个 秀适罗嘉辉 刚刚来当 他来那个上任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 你们觉得 在他眼里 到底哪个是祖国 他们说 当然他一出生 眼睛睁开来 看到的这个就是妈 就是把美国当成妈 他不会长着 那张中国人的脸 他心里就认为是 他是一个中国人 完全没有这一层 但是 罗嘉辉 这种很合算 叫美国人 看他是美国人 中国人看他是华人 中国人看他 无论如何 不管他怎么样 虽然我们理性都知道 他是个美国 美国驻华大使 他是个美国人 这是理性上 但是你看他这张脸 我们中国人的感觉 就是他是个华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很合算 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也很喜欢 中国人的这一点 就是 我就不喜欢 他们美国人 那些个东西 就是说太轴 要照我觉得 好像一个事 这样就非得是那样 或者说什么 哎呦 我就诚信了 你这个不能拉人 你不能撒谎 就爱撒谎 怎么了 你怎么就是 撒谎逻辑 不是 不是 你知道吗 他们太幼稚 他们太幼稚 他不知道这个人情事故 他这个很多时候啊 我 你比如说啊 我广告之后再跟你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回彩动力凤凰大视野 四十年前的1973年 周恩来已身患癌症 毛泽东也到了垂暮之年 年轻的造反派领袖 王洪文当选 中共中央副主席 而一些老干部 重返领导岗位 尤其是邓小平的付出 拉开了影响 后来中国命运走向的序幕 1973 中国往事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真的是觉得 我比哪个种族的人都优越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觉得 这人怎么变那么快 三中全会一开 之前的老法国第二祖国的之类的 不是 我从小就这么觉得 就哎 你看我到法国 我可以说法国正好 我想当法国人 我到德国 我德国正好 我当德国人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底子 这个新地 这个新地 这个新如大地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简直是什么都能接受 乙军你不管 你说你爱娶几个老公 徐老师你爱怎么生活 我都能接受 你说这是一种 只要你别给我借钱 我都能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中国人 他有一种灵活性 只要对我有好处 什么神都拜 我觉得我能是 但是我信仰任何东西 非定有好处 你对我没有好处 我也可以对你 不干预你 不干预你 当然我可能议论议论你 但是那种议论 是一种娱乐 就像咱们聊聊汪峰张子怡 对吧 但是咱们谁也不能 就是说汪峰张子怡不能好 对吧 就是我我是觉得 就是说 包括我刚才讲 这个诚信不诚信 我认为也是个文化问题 那中国人说 吃点再走吧 那不是真的请你吃饭 对吧 那是客气话 对不对 那美国人你讲什么 都别说假话 我就说一样 美国人结婚 你们那么神圣 你们跟上帝面前 发的那叫什么事啊 你愿意一辈子 不管他老或丑 不管他怎么怎么样 永远不离不决 美国离婚率 百分之五十 一半的人说话不算数 那他诚实啊 他一旦坚持不下去了 他就离婚了 离婚不代表他这个 你当时怎么说的 你当时是彼时吗 你看 那你不说Liar了 那不说Liar了 不说是假的 Liar是你继续在结婚 但是你违背这个 这个视野 我觉得人家当时是 就是去宣执要什么也好 你觉得人家很教条 但我觉得是他们对一种 高于实际生活的东西 有期待 有向往 咱们就是没有那个期待 也觉得那根本就不现实 咱追求那干嘛 我理解 天堂不要 我只要在人间享受 对 你为他们解释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 西方欠中国一个解释 他们看不惯的 中国人的很多东西啊 他们没有为我们这样解释 我们的中国人的很多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觉得不靠谱的地方 其实也有很多呀 可以解释的 可以解释的空间 但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 还有中国人思维方式 等等的这个研究 比我们对他们的研究 要深入的多 你如果再从这个学术界来讲 他们的研究很多啊 看你从哪个层次上 你如果最高级的精英的研究机构 他对我们的研究 比我们对他的研究要透 但是以老百姓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情的了解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美国知道的太多了 因为我们看美剧看的多啊 不是美剧 现在多少万的学生在美国读书 美国人知道中国什么啊 对不对 你知道啊 就说克强总理说的非常对 这个中国人呢 不得了的 就中国人太勤劳了 而且中国人太聪明了 你知道就说 最近他们说是谁啊 发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我那天想 说全世界移民都骂中国人 你知道吗 首先说 说什么 比如说这个这个 怀了孕 跑到美国边境那边 巴着电线杆了不回来 生下孩子 就像美国 墨西哥人也这样 这是老跟墨西哥学的 最早是墨西哥人这么干 墨西哥人呢 是零星的零散的 他们这么干 突然来了个中国人 没过几天 说租了一个三层公寓 里边隔成十平米一个的小间 很快一百多个 挺着大肚子的中国女的 就在那大街上晃 引起美国的注意 最后人家议会说不行 我们就不能再 要表决不能再通过这法律 把墨西哥人也坑了 你听我 所以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被爱的时候 你这到底是夸中国人 不是 你听我说啊 说墨西哥人被爱的时候 中国人来了 然后说在法国 巴黎街上 有一个日本人开的一个叫什么 十美元 十美元还是十法郎啊 是美国 十美元 一个寿司店 就十美元就吃一顿 本来说生意做得非常好 哈加来了一个中国的 看看形势 对面马上开了一个 对面 中国就中生开了个 一美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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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一美元一勺 就说他那一勺啊 老美那个胃口 至少得要个十几勺 才能吃饱 但是就这样 老美还到处跟人说 说你看对面中国人的店 一美元 一美元 把这日本人气个半风 他就 就是说悲哀的讲 中国人来 你知道吗 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别人就已经是 无路可走 没错 我可以讲 你讲的这些都是 直接被传媒夸大的东西 统计数字显示 在美国的华人 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 经济储蓄最多 有一个数字统计 就是买房子不叫贷款吗 贷款的回拒绝率 华人是最低的 其次是白人啊 什么什么 那黑人是拒绝率是很高的 所以在美国的 这个华人的主流啊 是他们兢兢业业 按你美国的游戏规则做 但是就像我说 这次突然听到说 你美国人居然这么要 杀掉中国人 所以这些人 多少个城市联合起来抗议 咱们这边的人 觉得小题大做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人 没把这件事情 但是你站在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 宣誓入籍的这些华人 他是认真 走的 相信你美国人 讲的这套是对的 就是你是对一切民族 是一律平等的 你是你没有种族歧视的 所以他们今天跟你较劲 另外他们还有个 最明显的例子是 你不敢这样讲黑人 你不敢这样讲西班牙人 你更不敢这样讲犹太人 Why Chinese 但是现在中国人 其实在就是在那边 在政治方面 他们也越来越显示出这种 有这个活跃性 去参加这个选举等等 前一段不是有一个 这个华裔市长 我们之前看到有这个劳工部长 始终是边缘政治 我个人觉得 需要时间吧 需要时间 那谁也没有想到 美国会出现一个黑人总统 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我觉得慢慢慢慢会起来的 黑人是他们把他认作 是自己的族裔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 跑到非洲去选这个议员 在马里还是 应该好像我记得是 马里 还选上了 一个中国人在非洲 他入了级了吗 他得入了级 对 他充分证明了 文涛刚才讲 中国人这个放眼 对对对 他到哪都能生存 我是觉得 到哪都能生存的这种人 他需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很快的 就叫什么 善解人意 他得理解这个地方 灵活 他马上就明白 你们讲究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老说 我说我觉得 作为中国人 我很乐呵 为什么很乐呵呢 就是 你看周总理 他那个就是 你基辛格这一套 他全门清 他全知道 你知道吗 他心里装两个文化 你那一套我也明白 我这一套呢 你只明白 你只明白表面 说实在的 所以 这个心理啊 其实是很丰富的 你不觉得吗 在这种 但是美国人 也不是都是那么的纯洁吧 你像他们 就是表面上说 我们要这个 有人权 有这个那个 但是底下 什么事情 也是都做了的 践踏人权的事情 或者是说 那个秘密的 那个倒卖武器 给其他国家 他们也是都做的 我觉得大家的内心 其实都蛮丰富的 我国每年的 那个对美人权报告 你可以你来做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叫宁静 性格并不宁静 我不出名的时候 脾气比现在大一百倍 他是演员 但是并不爱表演 我很喜欢做保姆呢 告诉你 如果我还是做保姆 绝对中国 我告诉你 绝对真的是 数一数二的 头牌 你知道吗 阳光保险明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威视中安台 丙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咱们就这样 别了 骆家辉吗 不知道他 中国的民众 对他不满意 是吧 就是他是这样子 他觉得 他自己当时被任命 是因为这张 中国人的脸过来 应该是在民间 大家应该会 比较的喜闻乐见 把他当做是 美国人民的 中国的儿子 或者怎么样 但是到后来 有很多事情 跟中国的政策上面 有很多的冲突 那么在中国的媒体上 中国的主流媒体上 对他有很多的炮轰文章 甚至很多人就骂他 什么香蕉人滚回去 什么什么等等 也有这种声音 所以他自己 因为我跟他身边的秘书 也有一些交往 我听他们说 他自己觉得 自己挺委屈的 他觉得他走的时候 也欠一个解释 是吗 对 他是希望中国人民 能够保留对他的一份 这个好感和善意 但是你做美国大使 就是挨骂的 我对 还好 前几人大使 未见得怎么特别骂他 我对他的印象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他 装模作样 坐公交车 好像显得很那个 有点做秀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什么2.5 PM2.5 这个你客观说来 虽然不管他是居心如何 还是别有用心等等 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导致精子的问题等等 这个还是一个好的事情 没错 影响到精子 那天咱们谈这个问题 就到义军了 这个我必须向大家道歉 就是我要更正一下 就是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 这个科学 玩不得半点含糊 义军 所以呢 那天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义军呢 说了一句 我认为很蠢的话 他说呢 是不是这个精子游的越快 就会生男孩 我说不可能 我说那游的最快 那个能生孩子 游的慢的 连命都没有 但是你说义军 咱们这个职业记者 他是个多么较真儿的人 回去查科普文献 证明是我错了 他对了 说游的快 真的 你也没错 我们说的这个是 这个是两码事 就你说的 在同一场比赛当中 跑的最快的那个 先进去 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卵子 他存在一个 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 那个卵子不是 这个有一个 什么排卵周期吗 你到那一天 他才在那里 那你这个精子 才能够进去 对正好是排卵期的时候 当你这个卵子 还没有在那里的时候 你跑的最快 那个反而死了 对 等他过五分钟 他出来了 那个跑的慢悠悠的 这个时候就进去了 这时候生的就是女孩了 我们都是那个 跑的比较慢的 这声明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所有的男孩都叫早 所有女孩都叫巧 巧儿嘛 那说你这样说法的话 那不是做这个事情的 造人的这个过程 可以决定男女了吗 不是 但你没有掐表 掐得那么准 你知道是那一天 你不知道哪秒 我还是有点 哪秒的区别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怎么慢的那个 就是女的呢 他不是 染色体分两种 是X和Y的 有一种是跑得快的 有一种他就是慢的 所以他跑得快的 先死了 他就跑得慢的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